各位同學 剛才所提到的破壞式創新 那跟我們的創意與創新有什麼共通點呢 其實在我的眼裡 我其實覺得兩個都是一樣的 只是在字意上有些不一樣的說明 那我們來了解什麼叫破壞式創新 其實破壞式創新就是想辦法去創造出一個 跟市面上產生差異的最重要的是 比原本的差異的產品更好用 而且更便利 破壞式創新其實也是一個 透過去觀察使用者的一個潛在的需求 所延伸出來一個新的一個說法 那跟我們的創意創新是不是很像呢 創意創新也是一樣先透過發覺生活中 不便意的潛在的問題 然後我們透過創意思考法 來集思寡議來針對這個議題去做討論跟改進 進而產生不錯的創意 不錯的創新產品 而這個創新產品是可以被執行的創新 所以說破壞式創新主要主打的是一個更好用更便利 我們的創意創新這樣子的課程呢 主要是透過棺材發掘後的創意 來解決人們生活上不必要或者是麻煩的問題 所以各位同學是不是覺得很有共通點呢 好 那當然 不管你是破壞式創新 或者是你是在談一個創意與創新的過程也好 我們都是去提出生活上的一個問題 並加以透過創意的過程去解決它 而讓它變得更好用 重點是還是環繞到一個原則就是以人為本 而以人為本的過程就是以一個大眾都認同的這個價值 我們有效的去以人為本的方式去切入 來回到如何的去透過破壞式創新 或者是創意創新這樣的過程 去有效的去解決人們的問題 那這樣子其實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循環 透過觀察 透過思考法方式 透過跟產品 原本產品的差異化 或者是透過跟原本產品 我們讓它更好用 而且更便宜 重點是人們用了 更開心 更方便 那這樣的過程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創意發想的過程 也是一個有效達到一個破壞式創新的一個過程 好 那一直講破壞式創新 那各位同學知道破壞式創新是什麼嗎 破壞式創新其實有分 創新其實有分破壞式創新跟維持性創新 那我們剛才所提的都是破壞式創新 那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叫維持性創新 那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隱藏 叫做爆炸式創新 只是我們沒有在這裡面提到 那我們這個課程呢 我們主要是台的創新裡面所延伸出來的破壞式創新 跟維持性創新就好 那維持性創新其實就是 已經是很穩定的很穩固的 它其實不需要再做改變的 它其實照著現有的路 繼續走下去其實就可以維持得不錯 例如說像大家常聽到的 例如說紅海啦或者是阿里巴巴啦 或者是奇美啦這些都很穩定的 繼續用他們自己的策略跟他們的經營模式 跟服務方式去進行就可以了 那我要談的是破壞式創新 破壞式創新有分兩個 一個是新市場的破壞 一個是低階市場的破壞 那什麼是新市場的破壞 跟低階市場的破壞呢 低階市場的破壞就是 我們讓這個創意出來了 這個賞品我們讓它很便宜 但是便宜不代表它不好用 我們很便宜 我們可以讓那些買不起很貴的東西的人 也可以來買這個便宜的 因為功能都是一樣的 例如說像iPhone就很貴 那買不起iPhone的朋友或者是同學 我們就可以去買小米機 會價格比較低 一樣的功能 但是價格卻差很多 這就是一個低價市場的破壞 那新市場的破壞是什麼呢 就是還沒有人服務的市場 還沒有出現的 尚未出現消費者的一個過程 那像大家比較常看到就是 在人潮眾多的火車站 或者是大賣場會看到的百元減法 那個其實就是一個新市場的破壞 它打破原本的新市場的一個規則 讓原本要減頭髮的朋友 不用去美容院跟理髮廳 只要去百元減法 五分鐘出來一百塊就解決 這樣不是是一個新市場的破壞嗎 用圖面來解釋一下 什麼是破壞市創新 傳統的筆電其實很重 不會被攜帶 沒錯 我自己也拿筆電我覺得很重 那出現了iPhone之後呢 不要說iPhone Smartphone 出現Smartphone之後呢 這個就是一個很棒的破壞市創新 因為它把原本要帶的很大的東西 變得很微小 甚至放在口袋就可以帶了走 像是一個行動電腦 那這個就是一個破壞市創新 那再來就是另外一張圖裡面說明就是 原本要查我要去的地方 我要去的地點或是出國玩 早期都是用一張很大張的地圖 對不對 但是現在誰還在出國拿地圖 現在都把是拿自己的Smartphone 透過裡面的GPS定位 直接就可以透過網路 行動裝置的搜尋就可以搜尋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是不是很方便 根本就不用再拿一張地圖去指你現在人在哪裡 那再來 以前大家都會在掃地的時候 或者是清潔地面的時候會用吸塵器對不對 手動式的清潔器 這種人力控制的吸塵器 那時候覺得吸塵器真的好麻煩 聲音又大聲 很吵 而且要插電源 現在出現了一個掃地的機器人 透過這樣的掃地機器人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讓它自己在地面上跑 直接在地面上走 然後哪邊有髒的灰塵 或哪邊不乾淨 它就會直接往那邊跑 其實也是透過了現在的科技技術 來完成一個破壞式創新 那再來就是 一個比較屬於服務創新的部分 以前空氣不好的時候 會開啟空氣濾鏡器對不對 是用手動的方式來控制它 可是現在物聯網的時代來臨了 我們現在是身處一個IoT的產業 透過手機 我們可以即時遠端的監控家裡所有的清潔設備 例如說濾鏡器 冷氣 或是電風扇 當偵測到家裡的塵蔓過多 或是空氣品質不好的時候 它可以自動的開啟這樣子的空氣濾鏡器 或者是透過手機來告訴你 家裡空氣品質不好 已經有點超標了 那要不要開啟呢 好 你就可以透過手機來 遠端的去遙控它 遠端的去開啟這樣子的一個空氣濾鏡器 或者是一個空氣裝置 其實現在的時代已經慢慢的走向 像這樣子以一機多空的一個時代了 這樣也是一個很典型的破壞式創新 好 剛才所提到的SwipePro的燈罩 還有透過這材質設計成手機做 產生一個新的一個趨勢 這個也是一個低價市場的一個破壞 我把原本的材質的運用方式轉換一下 變成一個新市場的一個開發 跟新市場的一個創意的一個產生 然後也造成這樣子的材質的一個 新的運用的一個過程 也是一個破壞式創新的一個案例 所以創意創新的正面能量與價值 其實是可以提升我們生活的品質的 所以創意可以提升自我價值認同 也可以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 因為創意就是解決人們生活中的問題 所以一定可以解決生活的品質 好 那創意可以解決人們生活上的問題 剛才也提到了創意就是解決人們的問題 然後創意也可以促進產業之間的轉型 像剛才介紹的SwipePro的桌燈 跟很可愛的療癒系的一個手機做 那個就是透過原本創意產業的技術再造 然後改良重新產生出一個新的創意 還有創意是可以使人們愉悅跟快樂的 當然創意做得不錯 讓人們使用得開心 設計者 創意思考者會覺得說 你做了一件很棒的一件事 自己也會有成就感 那相對就會比較愉悅 也比較開心 所以創意與創新的正面能量跟價值 是對我們是很有幫助的 我們回來了 我回來了 你去看 你來看